它是山海情理的林一农 却比剧中的人生更艰苦 它只发明了一根草 却养活了千万人 它就是君草之父林湛西 上世纪七十年代 断木种菇技术引进国内 许多贫困地区砍林木种香菇 导致山丘荒秃直被疏松 而生态脆弱又加剧了贫穷 1983年 林湛西看着一片荒芜的家乡 以草带木的想法涌上心头 它用野草培育菌种 用野草种植相供 经过三年的日夜奋战 一项全新的学科 菌草技术诞生了 它既可以栽培食药用菌 又可以治理水土流失 攻破了军灵矛盾 这一世界性难题 这巨大的科研成就 如果化为专利 林湛西绝对富甲一方 然而 它却带着技术迈向了远方 宁夏 新疆 内蒙 西藏 二十多年里 它竟然走遍偏远山村 把种植技术无偿交给乡亲百姓 岩检地 戈壁滩 洪积山 在最荒凉最贫苦的地方 它让菌草布满了田野 让无数农民发家致富 而后 林湛西又带领菌草 走向非洲 走向世界 如今已遍布一百零六个国家 让数亿人受益脱贫 不再挨饿 那山海秦 已然翻过高山 越过大海 温暖了全世界 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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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云